就是真的中血了 昨天國民大會在晚上6點到7點 我們才正在討論說 台南怎麼會發生 這麼恐怖的治安事件 光天化日之下大馬路上殺人 沒有想到剛討論完 不到8點的時候 台南又發生了小弟 槍殺腳頭老大 台南到底發生什麼事 今天周一扣 扣解 他在廣播節目 還特別問行政院的發言人 他說為什麼這一次 蘇貞昌沒有生氣呢 那以前為什麼對韓國瑜 生氣成那樣呢 來聽一下這個訪問 案發之後 我們已經釐清他們的生活交往 已經把他們做有效的監控 蔡信范賢在走投無路之下 沒料到他採取一個 報復式的攻擊行為 我們也非常的遺憾 對台南市民也非常的抱歉 因為那個是6個年輕人的面 我是從那幾件事情看到 台南過年前到現在非常不平靜 又是死人 又是車禍 然後又是那個命案 槍擊案已經兩三個 方養寧是院長直接派下來的 方養寧那個轄下出了那麼多命案 你為什麼不發脾氣 因為那是他用的人 如果是他用的人 那發的脾氣更直接 那他去請教行政院長 為什麼台南發生這些事情 你都不生氣 好 台南的治安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一樁一樁 接著又一樁 首先寇寇姐 怎麼難得會對蘇貞昌 這麼的激烈 沒有 他見指方養您 我誤會 我以為 他替韓國瑜說話 他不是衝著黃偉澤 他也不是要幫韓國瑜講話 當然大家也記得 當時韓國瑜高雄治安不好的時候 蘇貞昌不是震怒嗎 說這些治安 地方首長應該要身為表率 以身作折 做這麼爛 所以還派人下去罵他 盯著他 可是現在都沒有啊 對啊 剛剛發言人說 這個院長自己的人 一定會特別罵 到現在都沒有罵 臉書也沒有發文 新聞稿也沒有出來 沒有啊 如果蘇貞昌院長 你真的這麼在意台南的話 你應該趕快派陳嘉欽 下去作證啊 比照那時候高雄兩個槍擊案 現在不只槍兩個槍擊案 還有內政部長要下去 內政部長要下去啊 趕快去作證 作證台南 然後看管著黃偉澤 把治安弄好為止 還是他們很怕 連作證了也沒用 真的嗎 還是一直開槍 狀況實在太離譜了 鞭炮 叮叮叮 方養寧今天講這句話 他取代台南炎炮 炎成風炮 今天方養寧他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有耐人尋味 我說實在的 這不是今天講的 是他剛上任的時候 但我也覺得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依照市長指示 不問顏色 只問是非 將治安做到好 不是這樣子嗎 你要問什麼顏色 我在想他的顏色是黑跟白 黑跟白 不管你是黑的 白的 就是只問是非這樣 但是事實上他被派去 人家就說 你是不是跟綠色靠攏啊 他說我沒有 我沒有跟綠色 因為方洋玲當然知道 最被爭議的 就是太陽花那個時候 所以剛剛藥州才會說 CoCo姐 劍指他 因為 你不要再一直強調 我幫我壓力好大 好 OK 我們回到這個案子 為什麼現在方洋玲壓力大 因為他是兩年來 第四個警察局局長了 黃偉哲眼看著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照理說要越換越好 沒有 越換越變成這個樣子 這案子其實非常簡單 又是直播主之亂 不過這直播主 跟一般的網紅直播主不一樣 他們是賣東西的 賣東西的直播主 因為有商業利益 因為商業利益 台南幾個角色就會很在乎 誰挺誰 誰不挺誰這樣子 對啊 因為他賣水產 賣珠寶這些東西 獲利都很可觀 既然獲利可觀 靠哪個老大 哪個老大會保護他 手上現金賣客賣客的 總要靠一個老大 誰挺誰就變成賣工了 今天狀況就是兩個 因為今天開槍的是這個 蔡秉毅這是兇嫌 就叫蝦米的 蝦米 那他之前的老大叫做建文 建文 建文跑到哪裡去了 建文沒有在這裡 建文這個是他槍殺建文的過程 建文在這裡 因為他的老大是挺這個直播主 所以那時候蔡 這是蝦米 他就很不開心 那個直播主 我們大家現在在修理他 結果你挺他 他就種下了今天這個事情 他先是在2月16號 到安平街的街頭 先殺了一個人 那是建文那邊的人 建文的另外一個小弟 跟他是同期的 對 殺完之後 他還滿有軍事腦袋的 他吊虎離山 因為他知道警方一定會 按照什麼 按圖鎖記 按圖鎖記來調監視器 結果他馬上叫一個小弟 出來認罪 警方就會跑去追這個小弟 吊虎離山 他滿有頭腦的 很頭腦 如果他去追他 警方就會把目光全放在他這邊 他在趁機從9點的時候 到晚上8點這一段時間 警方警力都在他的身上 他一個人號徵以霞 就把他真正的老大建文 在家裡面 連瘋狂開15槍打成蜂窩 然後自己再把槍放到現場 然後去投案 就為了完成這一件事情 這是什麼樣子 就是他準備要投案 然後投案的最後一刻 幹一票大的 而且他去的時候 還兩隻手都拿著槍 對啊 雙槍匣 很像拍英雄本色一樣 我合理懷疑 蝦米根本不是這件事情的主角 他就類似像槍殺館長的 那種槍手一樣 所以方養寧 你後面還有得辦了 你如果真的要好好辦這個案子 你還有得辦 你已經被耍了一次了 你第二次 看你能不能追得真的出來了 那黃偉哲說 忌惡如愁的方養寧 認為內情不單純 並沒有就此鬆懈 根據線索深度就辦 擾動犯罪集團的恩怨 爆發後來的砍殺槍擊事件 就是因為警方對於直播主之亂 不在乎 然後接著開完第一槍之後 還被誤導 最後才會再開第二槍 結果整個現在這個樣子 方養寧你確實真的有問題 安平凶殺案為什麼還抓不到凶嫌 他自己承認了 先放出煙霧彈投案 投案前再去殺他的老大 一時未掌握他的行蹤 趁機犯案 這樣子的狀況 請問一下台南換了四個局長 有比較好嗎 如果因為以前的局長 會不會現在搞不好 不會發生後面這個槍擊案 應該是全面的去布線 你怎麼會尋一條線 警方何時辦案如此的鬆散 所以我覺得根本沒有越換越好 會不會是突然空降 也不是那麼熟 對 所以陳嘉欽 你應該要下去作證了 徐國勇你也該下去了 不過簡單來講 我覺得黃偉哲自己可能 那個名字也要消去再蓋一下 會不會開玩笑 但是我們發現了一個 非常奇妙的巧合 每次只要有人來跟黃偉哲 要來FIT 湯圓戰鐵 林宥昌先下 這次下出了2月23號 下了湯圓的戰鐵 沒多久就開了兩槍 你是說每次都這樣是什麼意思 上一次有一個人也跟他下戰鐵 是高雄的陳其邁 還記不記得肉燥飯戰鐵 肉燥飯戰鐵 10月18號之後 黃偉哲說我接了 10月28號發生 馬國女大生在台南某個大學 不要再下美食戰鐵了 不要再記黃偉哲了 你們這兩個人 稍微再說不定 但是大家想說 剛剛講到高雄的治安問題也很大 我們昨天有特別講到 高雄治安最大的狀況就是 他們專門流行光天化日之下 在大馬路上面殺人 這地方發生在哪裡 就在林雅分局 但沒有想到林雅的分局 就居然被爆料說 他們底下的所長 五龍五獅 好像採運魚青 幫他們這個分局長來慶生 整個影片都外流了 我們其實在談這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先來看這段影片 一開始的時候 不記得 林雅分局的分局長 梁東山他要進行慶生 社會賢達所有人等 全部都到來這邊敬賀了 其實我覺得也無非 無傷大眼 因為我們說真的 現在就是五虎將 對 你注意看到就是這個 而且重要的是 大家看外行看就知道 拿著衣服的這個人 我們看門道 他是林雅分局成功所的所長 楊真平 他是誰 你連名字都知道 對 因為為什麼我特別去查了一下他 這個厲害了 當初還記不記得 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高雄市差點要翻天了 就跟台南一樣 先是九如長航被人家砸車砸店 然後接下來酒店被人家衝進去 還放鞭炮 警方開槍壓制以後 最後才把整個狀況撞下來 發生的時候 是在林雅分局 結果當時候沒有換掉 高雄的警察局長 先把三明二跟林雅分局的分局長 對掉 也就是說現在在林雅分局 就是這個 他太太送了一束花來 幫他慶祝了這個 這個梁東山 就是從三明二調過來的 他就是出了事 從三明二調到林雅的 林雅分局開玩笑 如果在高雄的人絕對知道 我們觀眾一定有高雄人 如果台北講中三分局 是天下第一分局 那對不起 高雄的第一分局 就是林雅分局 你知道林雅分局有多重要 等一下我有個疑問 你說他戴罪立功 從三明二調到林雅 怎麼會升到第一分局 對 不是 因為當時候發生 最慘烈的是林雅分局 所以林雅分局的人走了 林雅分局的人走了 那三明二加上平常公關說真的 平常公關做得不錯 他就升任到了林雅分局來了 進了第一分局以後 當然要好好的表現一下 而且他走的時候 出世的派出所叫成功路派出所 所以他就從三明二的派出所 調了一個人就叫做楊真平 也就是這個在那邊 朗塞的那一個人就是他的心腹 等於說他的親信跟心腹 對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到了這個地方來幫他慶生 那我說真的 幫部署 幫長官慶生 也無非張戴 但是你說這樣朗塞 是不是有點超過了 所以這個影片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弄一弄的時候 大家本來是在歡樂氣氛下 結果沒想到 發到了基層的警察的群組裡面的時候 開始人聲沸騰 全部人都罵出來了 坦白說我也覺得慶生是還好 只是說武龍武師 也許有一時時間玩過頭了 可是他們基層是不是真的很不滿 因為他還做了很多梗圖 影片 到處去爆料 有這麼恨他嗎 有 他竟然說了什麼話 我們在那邊看也知道 他說彩衣可以餘親 武師可以升官 可是我告訴你 其實這一句話 點出了現在警戒 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還不能 要這樣講 叫做辦案會調職 就是萬一有一個黑道安寧的房 下去 棒棒 開兩槍 我不要打人 我就對空開運槍好了 開個兩次 三次 四次 怎麼辦 換人啦 警察局長都換掉了 可是辦斗能升官 我再講一次 辦斗 辦案會調職 辦斗能升官 為什麼 辦斗是請客 辦斗是請客 他就是 你是區長 區長 我請你吃飯 我是警察分局的分局長 請你吃飯 你是議員 議員一定有人 這樣子警察分局有時候 多多少少免不了人情世故 他會說沒有 沒有 有時候 有時候人情世故 不要被抓了 所以他有時候 他們就會發覺 要把這些社會賢達的關係 都喬好 等於說公關做好就對了 對 萬一我被人家開槍了 我夾區被人家開槍了 我的社會賢達會替我說話 我的長官 我在朗塞的時候 我讓他駁他的龍心大躍 他也能夠多照顧我一分 所以其實重點是 李亞分局雖然事後說 我說真的 今天這個朗塞 高雄人比較多錢 而且說真的 他生日的時候 還在元宵節之內 所以還在傳統裡面來講 也許不是過年 對 還在過年期間 對 但是我說真的 因為梁東山其實很喜歡這一套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的真很多 他其實是地地道道的高頻分子 就是說他一直從高雄跟屏東 在地人 對 他很熟很熟 所以做警察的 尤士哥應該也很清楚 做警察的一定 檢察官 警察 法官 因為燒殺 魯略看太多了 所以他們其實多多少少 都有宗教信仰 我們必須尊重宗教信仰 有信基督教 信天儒教 有信佛教 信道教 都很虔誠 梁東山本身他也是一個 非常虔誠的一個信仰 可是他稍微比較 強迫別人信教嗎 他稍微比較爭議的就是他之前 其實熱淚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去找資料的話 其實他之前已經辦過 在旗山的時候 就有辦過類似的活動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為什麼 最近林亞分局太多案子了 太多利器了 是網紅 那個叫什麼 超愛夾 當街被人家砍殺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 母女回家只不過按了一聲 老八 啪啪 結果三名男子衝下來 先是持刀恐嚇 然後還把他的車門跟 這個後照鏡給砸壞掉了 所以其實林亞分局現在 遭遇到很重要的一個壓力 所以他壓力說 他說這個只是 大家放鬆的一種方式 但是我說真的 有時候警察畢竟是人民的公僕 如果你做這些 比較不適當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可以利用公家的時間 如果你私底下 其實我覺得無可厚非 這幾天在網路上 有流傳一張照片 很多人看了就覺得說 這簡直是當今政壇的寫照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在網路上 封衝 beginner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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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